星巴士金山跳酒地区 以出山蚵仔最改出名 比叫做跳酒蚵仔 但是这几年来 農業人口老化 跳酒蚵仔越来越没人情 为了从跳酒蚵仔的信号来找到回来 李六甲青龙做回来服用 仅下三万张的跳酒蚵仔 李九生的政策公司 也以我让心态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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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酒地区的农资本以蚵仔最改出名 仅仅又买每一堆餐都是蚵仔餐 三両坐到外宵日本 你近日来人口罩 照顾起来最终複雜的跳酒蚵仔越来越没人情 为了从跳酒蚵仔找到回来 李六甲青龙做回来服用 外花经典 仅下三万张的跳酒蚵仔 年轻人几乎都不做这个工作 而且他的经济收入也不足以 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 所以说就鼓励刚好碰到我们那个青龙的会长 王毅庭 他有这个兴趣来复益这个芋头 所以说这片土地是我客人的 他就放在那边长杂草 然后毅庭他也有兴趣 然后一方面除了这个复益芋头以外 这边那个生态生态的维护 所以说那个萤火虫已经很少 很少看见了 我听会长讲说 最近好像萤火虫又开始游了 李六甲青龙业人靠道化 大好青龙王毅庭 为今年开始蚵仔跳酒蚵仔 今年李六甲也提供自己带有七分大的土地 让王毅庭来伺候浴买 现在三万种的芋头枕下去 芋头还不大 但是农产周边的形态已经慢慢回来咯 其实都不太有人知道我们金山会有芋头 那因为在这样子一个刚好有场地 然后再就是希望说可以在做种植方面 可以把我们金山跳石芋头给的 这个名产给拉出来以外 再就是希望说透过这块场芋 它其实生态还不错 那也在做整地的过程中发现到我们的 我们田里面的鳝鱼 那还有很多像父子虫或者红娘华这一些生态在 那最主要是因为在荀田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了山林虫的水生幼虫 那这一块就是其实我们投入在这个农业的产业里面 其实我们不是以冠型为主 希望是以有机的方式 那可以达到人跟生态的一个共存的模式下去 一直走下去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可以再把我们金山跳石芋头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产品给农产品给凸显出来 让更多大众可以知道我们金山除了地瓜角白筍以外 还是会有芋头的 有生前的芋子需要三档的时间 但台餐地就为生态的环境 透过生物资认芋头 好汤吃麦汤 这还可以让芋子吃得更好 一年王玉婷也发现了火金河的柚汤 也在台北的博物资下 还是从跳出芋子来进回 也竟然要用生态找到回 接着聊天和金山伯德